欢迎回到台式五件新闻 美国夏威夷潭香山 突然有一颗巨大石头 滚了下来砸穿民宅墙壁 只差一点就要砸到女屋主 速度太快 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调阅监视器 赫然发现简直太恐怖 星期天深夜 女屋主要到客厅沙发看电视 突然一个庞然大雾从面前闪过 原来是一块巨石 高度和宽度 足足都有1.5公尺左右 这起意外发生的前几天 当地就有零星的土石崩落 但显然山坡旁的住户没有警觉 大难尽在眼前 潭香山这户苦煮 1月份才刚搬来 没住几天就遇上巨石穿墙 砸进卧室 车子也受损 夏威夷日前降下好雨 导致各地汪洋一片 是山坡地土石松动 还是土地过度开发 导致意外发生 还有待彻查 刘雍伟编译 2月份才会